一党总秘书达吉尤丁最近趁着能机力不选 指责吉兰丹南部发展局办事不力 以致丹州政府无法把数千块土地的地契发放给人民 达吉尤丁声称在发表这番言论之后 警方传召他路口供 而丹南发展局主席扎瓦威还要起诉他 达吉尤丁昨晚在话网声举行的一党竞选讲座中表示 也是不同领袖的赵瓦威 理应在竞选期间向公众解释 交给选民判断 沮御旦立民讯的奥erto 毕竟不需要做贴富对赵瓦瓦威 我决认误犯的讯讯 如果有没有人 请问我 告诉你 为什么不发现 答应我说 为什么 杀务力 没有给予杀务 没有给予杀务 如果他需要给予杀务 必须给予杀务 但这些 没有给予杀务 这是实际信息 早前 扎娃威曾 驳斥打击有丁的说法 他强调 单单发展局 拥有的土地 属于有关单位 不涉及丹州政府 扎娃威也是 丹州巫统宣传主任 他接着提醒 一党领导层 别干涉 丹南发展局的事务 因为有关单位 拥有专属的方案 发放土地给肯殖民 我就会讨计交易 不吝提醒 继续 置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